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PiNetwork它是属于区块链的一个项目 它走到这个路线呢 但它走的是传统企业的一个路线 那么既然它走的是传统企业的路线 那么我们呢 就可能会把它当成一个商业的模型去看待它 如果说Pi在整个的加密货币市场 或者说在区块链市场里面 它发现了一个新的切入点的机会 并且成功研发出了它的产品 并拥有了第一轮的总值用户 那第一轮的总值用户呢 就是说我们现在3500万的这个用户呢 就可以被称之为是第一轮的总值用户 又为啥它还没有进入到第二阶段嘛 那所以呢 这就是属于创业的第一步 就是创造这个产品的第一步 那么创业的第二步就是什么 就是说规模化的扩张 拿下更多的一个市场份额 那么完成从1到n的一个过程 那么最开始在这个Pi 这个项目出来 这个app出来之后呢 那么我们这走的是一个总值轮的 就是它没有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 就是从0到1的过程怎么吸引我们这些用户 那么第二步呢就是说 它打开市场之后呢 要在市场上面吸引到更多的用户来加入 那之后呢就是从1往n后面去走 那你后面走得越多走得越好呢 那么你后面的一个价值呢也就越高 有很多的科技创业公司对他们来讲 就是说他们会预计到第一步会很难 好像第一步成功之后的话 第二步就会随到其成的事情 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得出第一步呢 确实对于传统的币圈而讲 或者传统的加密货币市场而讲的话 第一步确实很难 你看在这个市场中有很多的项目 他们加入的人呢 这个拥有的钱包地址数 或者说加入拥护的这个社区的人呢 确实比较少 那这是比较难的一步 在很多的区块链项目里面都是第一步很难 但派的这个第一步走得感觉起来就非常成功了 很成功 一下就用3500万的活跃旋风 那另外呢 有很多的关于在这个传统币圈里面去打拼的 有的采访者也采访过尼古拉斯博士 就说了他们为何能够去拥有这么多用户 是吧 他们自己研发的什么NFT啊 其他的数字货币啊 那么他们的拥护量呢 几千上万人啊 就算是比较成功了 而派的话用了这么巨量的一个追随者 所以说他的第一步 在别人看来是很难的 但对于派来讲 他已经完成了第一步 那是否是第一步积累了足够多的总值用户之后 第二轮是不是就随到其成呢 其实实际上呢 在很多的这个传统币圈里面去看的话 还并不一定 有很多的这个币圈市场呢 他就倒在了第二步 那他上了市之后 他在进行二级市场之后 或者说他进行公开主要之后 很多就是建广市 那么他出道即是巅峰 出来了一瞬间价格很高 后面一直跌一直跌 直到他归零 所以很多的这个项目呢 都是导致了第二步 那么第一步已经很难了 第二步原来还更难 而现在的这个情况下 我们第一步已经走出来 第二步还没有走 那么第二步会不会像派走的第一步一样 实现一个逆转 跟传统的区块链项目不一样 那么他第一步一下吸引了这么多用户 第二步也非常容易的走出了成功 那么出道也不是他的跌峰 出道之后慢慢慢慢往上找 价值越来越高呢 那么这一点 现在派还没走 我们就看不到 但我们知道他第一步是成功的 如果说我们按照这个正常的商业逻辑去讲的话 那么在硅谷的一个投资教父啊 叫马克安德森 那么他以前就提出过一个非常反常词的观点 就是说如果说垃圾项目不算 那在比起来当中有很多垃圾项目 他就说如果说是一个优秀的项目 那么他是真正的副成果 并不在于他的产品 而是他强大的一个扩展渠道 如果说我们把类比到在硅谷创业的那些传统企业啊 不做区块链的这个项目去看的话 那些传统的企业大公司去对比的话 就是说你要触及更大的市场 更多用户像IBM 微软 思客等 那么他最初呢都并非是有个很好的产品 那么他们只是说拥有一个强大的用户群体 或者说有强大的一个分销渠道 能够获得更大的更广泛的用户来 来加入到其中 所以说啊 这就是很多的初创公司 很难凭着一款好的产品来超越他们 为什么 因为别人已经在这个传统里面成为一个巨头了 你很难去超过他们 往往是初创公司做出的更好的产品 但是迟迟的打不开市场 要么眼睁的看到你做出的这个项目失败 因为尼文拉斯博士也说了 他们在硅谷嘛 他们在硅谷创业 那么硅谷优秀的工程师实在是太多了 几乎不存在说哪个创业团队的产品 是别人完全做不出来的 如果说你所在的这个行业里面 别人看到有干头 有意义 人家觉得未来看得到这个价值的增长化 只需要短短的六个月 市场上就会出现20个 甚至更多的一个创业团队在干一模一样的事情 那么而且他们都拿到了融资 所以留给第一个创业团队的规模化扩张的时间 它只有短短六个月的扩张时期 比如说传统的这些科技创业公司 那当然派来它属于区块链领域里面的嘛 那么它走的是传统企业的路线 那虽然它肯定在这个当中去和传统企业去对比 可能还有一点点偏差 但是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偏差的情况下 也出现了一个我们能够去观察到的一个问题 那什么问题啊 就是说在市场上面看 我们现在看见到不下雨市面上出现了手机挖矿内的项目 不止20个了是吧 那当然这里的话可能有很多呢 没有去进行推广 大家不知道 其实由我们去进行观察的话 发现有事实上上真的是不止有20个手机挖矿内的项目 那么有的呢已经是做了上市的 那么有的呢已经是做死了 有的呢用户量一直上不去 有的呢用户量上去了之后 但是呢它还是不被人们认可 那么有的呢是拿到融资的 有的是没拿到融资的 那所以看得出如果说你要做一个产品的话 做一个类型的产品的话 不缺这种创造者 或者不缺这种工程师的 那么大家要做 肯定一下就做出来 那么派的竞争力在哪里 竞争力就是说 它第一个做的时候 它用的这个理念 已经吸引到第一批的总整的用户 那么这一部分呢 就会卡死很多一部分人 那么很多手机挖矿内的项目呢 它的活跃先锋人数呢 是完全和派是没有办法去比拟的 而我们发现在市场上有这么多的竞争之后呢 派的做法和传统 他们的做法又感觉有点不一样 为啥不一样呢 在比如说这些 我们看到的手机挖矿内的其他项目 他们做出来都是说科技创造者呢 往往是以产品领先 是吧 他以产品做出一个好的产品去领先 那很多在VC投资下的一些手机挖矿内的项目 那么他们拿到了符合市场上面的一些预期 你们比如说像在手机挖矿这类 如果说单纯的从手机替点闪电的话 这个不能作为一个传统币圈的人认可的话 那我们做一点物理挖矿的清洁点的类型的挖矿 那这部分就比较受到资本的一个青睐 或者说是受到传统这些挖矿人的一个期待 就是传统以前在二级市场里面炒作 或者在有个挖矿经验的人的一个青睐 因为为什么他们看到了这个过程的转变呢 觉得它是靠谱的 所以说大家就去进入进去 那它是在对于产品上面进行更多的一个研发 而刚才的话我已经引用过安德森的一句话了 就是说它真正去让你死掉的有两部分 第一部分呢 就是说我们在第一步总之轮的时候去吸引总之轮 那这一部分派已经走到前面 第二一轮呢 并不是说你有好的产品 就能引来市场上面第二轮的大规模的增长 而是派采用的是另外一种路线 说白了派的所有走的更多的一切呢 他还是想的是我增长用户增长用户增长用户 拿到更多的用户量才是我最大的一个资产 因为你在拥有了足够多的用户 或者说足够的追随所之后 哪怕是你做的一款比别人差一点的产品 那么它也有人在用啊 有人用了之后这个产品就会活起来 那么产品一旦活起来之后 它才有不断的去更新迭代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可以看到最早的时候的这个微软系统 是吧 微软系统刚出来的时候 它好不好用呢 大家一致认为不好用嘛 那么它是第一个提出了穿口性的一个电脑操作界面 那么虽然说它的产品有所瑕疵 在最初的第一代的时候有很多问题 但是因为有人在追随它 有用户群体在追随它 有用户愿意去用它 用它的时候 它会得到非常多的一个反馈数据 和真实的人们用的一个缺陷 它直到哪里去改进嘛 它就不断的去迭代 不断的去改进 那么直到现在在这个操作系统里面坐上了老大的位置 它为什么能够坐上老大位置啊 并非说是我的这个一开始的研发产品就很好 而是说我拥有了一个最大的核心竞争力呢 就是说我要去拥有更大的一个用户群体 所以派能不能成功呢 其实我们不一定说看它未来这个产品到底要做多好 而是说它一旦出现了产品之后 有人愿意去用它 你说以后会不会出现比派更好用的这个APP呢 当然有了 那么包括现在市面上已经也出现了 有比派更好用的一个软件 那比如说我们作为一个点手机闪电的这个动作来看的话 你说派点闪电有时候还会卡顿还会慢 是吧 但有的软件 比如说手机挖矿内的软件 那么这两个暂时不做推广 有很多其实都比派做的好了 它的优化界面 还有说它的这个流畅程度是比派做的好了 那你说这它和派的用户群体能去比吗 当然没办法去比 那么单从这个软件去讲的话 它可能做的比派更有流畅度 比派做的更好 但是它的用户量还是实时上不去 因为它没有像派的这种设计模型那么好 去把握住了一个人的人性 另外从侧面一点也说明了 做一个产品呢 也要符合天使地利人和的一个条件 派在张初 它是第一个 那么这它就是天使 地利呢 就是说它出生于一个优秀的学校的创业者 来为它做的一个背书 那比如说斯坦福大学 那么这就是它地理位置的一个优势 出于斯坦福大学 那么大家对于斯坦福大学 还是有相应的一个认可度的 那么人和呢 就是说我们这三千五百万的活跃旋风和这个范藤雕博士所设计的这个人性把握的这个特点呢 刚好符合起来 能够去抓住这些参与派爱普的这个人的人心 一个是搞人性分析的 那么它对于人性的弱点 把握的还是比较到位的 那么这就是人和天使地理人和派已经站起了 所以说它拥有这么大的一个用户群体 是在所难免的 有了这么大的用户群体之后 后面的其他第二步什么应用软件啊 或者其他的APP开发了 那么它就随到其成了 我认为的派呢 它肯定会成功 成功的原因就是说 它现在的第一步已经走出来了 很多人会死在第一步 然后再倒在第二步 我觉得派呢 它的第二步应该也会走成功 因为它第一步已经累积了 相当深厚的一个用户群体所在了 它未来的成功 也并非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意向 那很多人在黑派的时候 就说啊 你们这派最终可能上网就会死 上主网就会死 那么上交易所就会死 大量的抛售等等 可能在他们讲的这些会出现 比如说上交易所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大面积的一个抛售的情况 因为毕竟里面呢 有很多人是白撸白挖的 那么他呢 可能会信仰没有那么深 会将他手中的派币会抛压下去 会对市场里面呢 造成很大的一个冲击或者压力 但这仅仅是一个短暂的 也同时呢 说明了 这会洗掉一部分一直不坚定的人 或者说不是一个真正的追随者 他们会把它洗掉下去 那么洗下去之后 第二波增长的时候呢 就和他们没有关系了 就更容易让这个市场呢 进行一个更高价值的增长 那么随着市场的一个价值的增长 和随着产品的不断落地 APP的不断去诞生 那么拥有的人群呢 就是对外部的扩张 那这个时候呢 就讲到了对外部的扩张 那么对外部的扩张的时候呢 就会引来更多的人去参与 那这个网络基本上就玩活了 那么我们从目前能看到呢 说拍的第一步已经走成功了 第二步呢 这只是我们的一个预想和一个假想而已 但至少从目前的推测来看到啊 拍在未来呢 走成功是无庸置疑的 那在我来看来是无庸置疑的 那好 这呢就是我今天要去给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 那么以上内容呢 仅仅是我个人的观点 和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如果说你有其他的看法 或者其他更好的意见呢 可以在下方评论留言 如果说你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 在视频更新的第一时间 你就可以收到 那好 今天就这样了 我们下期再见